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侯友宜在证件发表会 他表示当选之后就要成立弃毒署 结果法务部就跳出来说 成立弃毒署无法达到毒品防治的功效 没有叠床驾屋的必要 过去其实调查局内部也发生过 内部人员坚守自盗还倒卖查扣的毒品 难道真的没有需要来成立一个机构 专门来查弃毒品吗 侯友宜就说了他要重启特征组 结果民进党也说没必要 大家或许也可以理解说是怕打到自己人吧 但是反毒是福国利民的好事 但绿营现在连成立弃毒署都说没必要 民进党真的有心要照顾老百姓 真的有心要来对抗毒品吗 高原怎么看 其实这样当然台湾社会 大家对于毒品都是生物痛绝 对诈骗同样也是 那是不是讨厌什么就成立什么署 例如弃毒署啊打炸署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 所以这样其实对于政府的效能并没有帮助 重点是如何的对症下药 如何去根治去主角 不管是诈骗或是毒品 这个才是该做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呢 侯友宜讲来讲去 他最有心得的就是他当警察的那一套 不管是这个弃毒啊 或是打炸 他讲来都是这个津津乐道 所以可见的侯友宜其实最适合的 真的是当警政署长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目前政府呢 对于弃毒的部分 当然成效上我们希望能够向下延伸到 学校尤其是校园毒品的问题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重视的 那就这个部分如何提出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才是当前当务之急 那至于所谓的什么 跌床嫁屋等等的这些说法 当然我觉得政府的这些 不管是预算或是人事人员的编组等等 都是有限的 所以以现在的做法来讲 如何能够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 才是有效的 而不是成立一个什么企图署特征组 特征组同样也是 现在其实司法检调单位 都已经是独立在办案 那再成立一个特征组 听总统指挥 难道要变成这个像东厂一样吗 这过去就是被诟病嘛 所以侯友宜要成立一个弃毒组 专门来听总统指挥嘛 所以这些特征组 所以无论如何 在这整个侯友宜所宣布的 这些证件里面 都可以发现 都是一些老调常态 但是没有心意 也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过去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东西 侯友宜现在又提出来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